回到台湾的感觉真好 但是呢 在台湾的日本人 也想赶快回去家乡看一看 那么尤其在11号地震当天上午 才刚从神户出发到台湾 进行了青少棒比赛的球员 今天早上呢 要从高雄搭乘高铁 从桃园机场飞回去日本了 但是呢 知道了家乡发生这么严重的灾情 这些小球员们都无心比赛 昨天两场比赛都打输了 目前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孙允玉来告诉我们 允玉 好的 主播 各位观众 那么在日本东北大地震的当天 来台湾进行棒球交流的 日本神户薰魔队 在经过两天的比赛呢 在今天上午在左营 要搭高铁呢 要到桃园机场 准备回到日本的神户 那么这一批球员呢 是在日本的发生地震规模9.0 地震的11号呢 从神户搭乘这个飞机呢 来到台湾 到了台湾呢 才知道日本是发生的大地震 因此呢 每一个球员都几乎非常的担忧 在日本呢 他们在日本的亲人 他们的情况 那么虽然他们是住在神户 而且亲人也都平安 但是从这个电视上呢 看到这个日本呢 他们地震的灾情相当的严重 因此让他们在台湾的比赛 各个呢 每一场其实呢 心情都相当沉重 那么由于这些球员呢 其实年纪大概都只有 十四五岁的青少年 那么尤其在十五年前呢 日本发生最严重的地震 就在神户 因此这些球员呢 在台湾呢 又看到这一次呢 日本又发生地震 因此呢 让他们回忆过去呢 在十五年前 在神户 这一次地震的伤痛 那么上午呢 呃 这些球员呢 至少呢 又要知道要回家了 因此呢 表情都露出了 非常高兴的笑容 但是回到家呢 呃 要面对过去自己的同胞 所发生的地震的状况啊 其实呢 心里面还是有一些隐隐的哀痛 以上是现场的这些情形 向时间交还旁边主播 好 这是看到小球员呢 在今天终于是要回去日本了 那么可以说是归心四界 不过心情也蛮沉重的